大家好,快过年了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我家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硬菜,秘制卤猪蹄的做法。 奶奶族产40年的老秘方,学到就是赚到哟。 卤出来的猪蹄,颜色红亮又人,不发黑,软糯入味,好吃无腥味。 学会过年回家露一手,就点新手也能一看就会哟。 刚去超市,花了80块钱,买了三个大猪蹄,真的是太贵了。 买回来的猪蹄,我们先放在一个大点的盆中。 加入适量的长江水,水在那儿一定要没过猪蹄。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用盐。 用手给它搅拌一下,放在这里给它浸泡一个小时。 把猪蹄里面的血水给它浸泡出来。 一个小时之后,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猪蹄已经泡好了。 泡出来这么多的脏水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我们把猪蹄给它捞出来。 再一个一个的冷水放入锅中焯一下水。 焯水的时候,加入姜片,葱饼,还有黄牛去向增兴。 水开之后,用个漏勺,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去不要。 这个浮沫就是猪蹄腥味的主要来源,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撇除干净。 焯水的时候,一定要给它焯透。 我们的猪蹄焯水10分钟之后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给它捞出来。 再放到凉水里面,给它洗一下。 洗去猪蹄表面,沾腹的浮沫和杂质。 洗成像这样就可以了,白白净净的。 洗干净的猪蹄,我们先给它放到一个盆中,空水备用。 下面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大料油。 香叶5克,贵皮5克,草果1个,肉扣1个,丁香2个,2个黄枝子,10克干沙渣。 5克的白纸片,5克小浑香。 葱炖姜片,各20克。 这个配方大家一定要收藏,这可是我家祖产30年的老秘方了。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大料给它放进来。 开小火给它炒一下,炒出香味。 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,很多朋友都会直接放到锅里面。 这样把大料炒一下,这样更能激发出大料的香味。 卤出来的猪蹄,吃起来才会更香,不轻。 我们一直把所有的大料炒出颜色微微翻黄,这样就可以了。 倒在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纱布上面。 用个绳子给它绑起来,绑的时候不要绑得太紧,有一点空间。 绑成像这样就可以了,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拎起锅,倒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加入一把冰糖,我们来来换个糖色。 放进来之后,小火慢熬,先把冰糖给它熬至融化。 大家切记,我们在熬糖色的时候,千万不要大火咬。 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给它熬。 敲碎之后,就像这样不停的给它翻炒。 等冰糖熬至融化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用勺子不停的给它搅动。 我们一直给它熬至冒着密集的大泡泡式。 颜色成琥珀色,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 然后给它关火。 放进来之后,再开火。 大火给它煮个两分钟。 熬个两分钟之后,我们给它关火。 这样我们的糖色就熬好了。 大家看一下,颜色非常的正宗,红亮诱人,一点都不发火。 然后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电压力锅。 把我们的猪蹄给它放进来。 然后放入料包。 倒入我们刚刚熬好的糖色。 再根据个人口味,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。 适量的生抽调味。 一品鲜酱油提鲜。 少许的老抽调色。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没过猪蹄的温水。 好了,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我们把盖子给它盖上。 下面我们选择提筋功能,或者是炖肉。 时间设定四至五分钟。 好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好,时间到。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哇,真的是太漂亮了。 满屋飘香啊。 看一下这个猪蹄的颜色,红亮诱人。 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啊。 大家看一下,每一个猪蹄的骨头都已经翘起来了。 像这样就说明卤好了。 猪蹄卤好之后不要着急吃。 放在这里给它浸泡三个小时以上。 这样更入味,更好吃。 好了,我们的猪蹄已经焖好了。 然后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哇,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。 接下来我们给它盛出装盘。 装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。 大家看一下,每一个猪蹄都是非常的漂亮。 这个卤汤我们也不要倒掉。 可以用来卤鸡蛋,卤鸡爪,卤肉,卤猪头,都是特别的好吃哦。 这个卤汤越卤越香。 卤着卤着就成了百年老汤了。 好了,这样我们的秘制卤猪蹄就制作完成了。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 哇,看到我的口水就流出来了。 颜色红亮诱人,不发黑。 接下来我们拿一个猪蹄让大家看一下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猪蹄,上面的肉,非常的颤呀。 而且特别的软烂,用手轻轻的一粘都碎掉了。 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。 哇,看一下,非常的软烂呀,入口即化。 而且一点都不腥哦。 现在替大家尝一下。 轻轻的一吸都吸到嘴里面了。 特别的好吃。 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,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学会着这个做法,过年保证全家人夸你是大厨。 而且做法超级的简单。 这可是我家祖传30年的老秘方了。 今天我把它好好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 过年家里面来客人了。 来上一份这样的卤猪蹄,真的是超有面子哦。 上桌,比大一大肉还要像。 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。 好了,今天给大家分享秘制卤猪蹄的做法就到这里啦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点赞,留言,转发哟。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,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